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后 既然谋划得如此周全 那朕就把这里交给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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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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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 你没事吧 是赵将军救了 皇后娘娘 现在房子烧成这个样子 那张太后怎么办 边院还有好几处房子没有烧到 哀家去那里住就好了 那我先去帮娘娘安排 还好没事 不然姐姐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我在这个世上是个多余的云 皇后娘娘要是不牵挂的话 这个世上恐怕就没人牵挂了 怎么会呢 长军 过来见过太后娘娘 参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还喜不喜欢放眼光 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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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太后看看你的样子 别这 宫里耳目太多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燕儿 你还是搬回交房店去住吧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其实 人住在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身边有些什么样的人 今天看到皇后娘娘姐弟团圆 我已经很开心了 谢谢皇后娘娘 他一直都这样吗 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让他开心起来 他就很难开心了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还有人对这地方留恋不舍 因为还有牵挂 娘娘 沈夫人生了 生的是灾难还是喜庆 生死就会引来四位之争 是灾难 生女是母亲的小妙 是喜庆 生的 是个小皇子 那皇后娘娘今后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弟弟 你该出宫了 臣弟要是一出宫 姐姐连最后的依靠都没有了 弟弟在 姐姐一样没有依靠 因为姐姐想要的依靠 从来不是弟弟想的那样 原来你爱她 由爱故生忧 由爱故生不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无不 就算躲到天涯海角 也是躲不掉 弟弟明白了 但是亲情无价 只要弟弟好 姐姐就好 趁你告对 好 雪月 找个陛下不在的时候 我们去看看神父人 杨娘 为什么要选陛下不在的时候去 因为我不想看见我的男人 出现在别人的房间里 好 皇后娘娘驾到 姐姐 妹妹 坐着就好 不必多礼 来 姐姐 你终于来看我了 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 不愿意见我呢 你说的什么话 早就想来了 不过有事耽搁罢了 孩子呢 也让我们看看 月儿 快把孩子抱过来 诺 怎么这么小啊 太医怎么说的 太医说有些早产 不过一切正常 算是不错了 齐儿 快看看 这是小弟弟 喜不喜欢啊 我不喜欢 我恨死他了 我巴不得 他早点死掉 原来姐姐是这么教孩子的 齐儿 你在胡说什么 帝王知道人后在先 怎么可以这么诅咒弟弟呢 我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这个坏女人 就是因为他 父皇不来看我们了 母后不该打弟弟 弟弟又没有说错 滚头 好了 都是小孩子懂什么呀 一切还不是大人唆使的 妹妹 你的意思是 这一切是我唆使的吗 妹妹不敢这么想 本来就是妹妹对不起姐姐 姐姐想怎么样也是应该的 你 好了好了 姐姐也别生气 小心气坏了身子 来人 上些点心来 不要吃 他生了儿子 将来是要和你抢皇位的 你要是吃了他的东西 没准 就会被他堵死的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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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吩咐晓得 这些只是小小的敬意 一旦陈宫 替我们争取到那块土地 重新划分江土 莫等必免会重些 容老夫考虑考虑 那在下告辞了 好 这都通敌卖国的事 你万万不可答应啊 主上 你太紧张了吧 我可从来没说要答应她 对了 你要去哪儿 我要离开这儿 永远都不再回来 那皇后娘娘呢 这里是她的归宿 她有自己的路 是否能够 其实你早就该这么想了 只可惜 现在要走 是不可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你若不是窦长君 皇后也就不是窦一房 拿住了你就等于拿住了皇后 和慎夫人 来人 来人 陈平啊 我还是看错你了 好 好 其实呢 这天下的事 从来都是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当初为什么会收留你呢 我是期盼太皇太后 能够认回你 让你继续做皇位 到时候 我就是开国元勋了 没想到 却被刘章和刘衡钻了空子 我本来是想杀了你的 可是我意外中发现 你跟刘衡皇后的暧昧 这样一来正好 我反对刘章 支持刘衡 拿你在手 我一样可以把握朝政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当然了 你手无腹肌之力 我怎么可能让你从我的牢里 救出刘衡皇后的宫女呢 陈平啊 陈平啊 你太卑鄙了 押下去 好生看管 此人作用很大 重新划分疆域 可是大事 陈卿考虑周全了吗 老陈已考虑周全 你不认识 皇上请看 此前的疆域 此片湖水是画在匈奴这边的 而靠此片湖水生存的百姓 却画在我们这边 长此下去 我们的百姓为了买水 常常衣不避体 食不果腹 倘若皇上能够施以同情 将此片土地画给匈奴 则天下太平 皇上虽搁异土 却能赢得天下美名 何乐而不为呢 陈大人此言诧异 不动一兵一卒 却要搁这么大块地给匈奴 就算皇上的美名天下皆知 等到百年归老之后 也没脸去见祖宗 难道陈大人 要献皇上于不义吗 这百姓正置于水火之中吗 这个疆土 早在十几年前就划定了 而现在水火之中 也是十几年的事了 不急这一时半会 臣妾觉得 一定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夫人是请干涉朝政吧 不敢 臣妾只是给皇上提个建议 臣宫不必太过紧张 臣妾就先告退了 皇上 这件事以后再议 不哭不哭不哭 夫人怎么哭得那么厉害 婶儿都不管了 皇后娘娘 怎么回事啊 你们娘娘们 回皇后娘娘的话 我们娘娘一回宫就说有事要忙 这小皇子哭得又急 她就叫奴婢把她抱出去溜溜 可是都一个时辰了 小皇子还是哭个不休 真是太不像话了 她这个娘是怎么当的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你这儿子就没了 伍儿怎么了 你这母亲是怎么当的 她都哭了快一个时辰了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你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 臣宫让皇上割地给凶农 姐姐请看 若割了遗臭万年 若不割 百姓在水火之中 很容易造反 你有主意了吗 很简单 他们要了我们这里 我们就要他这里 这一代序幕也发达 若是交换 我们也并不吃亏啊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现在可以安心地做母亲了吗 臣妾该死 娘娘 臣大人送了件东西给您 要您亲自打开 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秘的 这 看来陈公对这一次割地的事 志在必得 常军在他手里 他想拿这个威胁我们姐妹俩 威胁我们什么 他是三朝元老 又怎么能认不出常军的身份呢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先要找到常军被关的地方 我 我 你去让周将军在宣誓殿门口待命 喏 接下来 就要看你的 我 我 跟匈奴人讲 要么交换 要么稀释宁人 把这片湖交给我大汉 倘若他要兵戎相见的话 朕也不怕他 皇上 朕 你还有事吗 陈没事了 柳英明明灌在我的府上 怎么会 难怪皇上不采荡我的建议 陈公怎么了 看你脸色好像不太好 哦 老陈身体有些不适 想先行告退了 准备 好 你 你干嘛呢 陈平儿 走 陈公 哪里走 把门打开 诺 走 国舅 请随末将回宫府 参见皇上 皇后 你们怎么都来了 事关重大 请皇上恕罪 什么事啊 你不是 常军住在陈平府中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陈平和匈奴人勾结 结果被陈平拘禁起来 幸好有周雅夫将军相救 才幸免于难 这些都是证据 这个老屁股 他人呢 好了 怎么会让他跑呢 皇上不必担心 陈平全家人已经被吉拿归案 相信他也不会跑得太远的 周将军 赞 下旨通缉 务必要把他抓回来 朕要让匈奴人看看 我大汗的天下 没那么容易让人侵蚀 臣遵旨 谁 什么人 我 我 我 陈平 我要见皇上 为皇上登基前遇刺的圣旨 谁敢动我 娘呢 这次真是有惊有血 差点就让那个老匹夫得逞了 陈平 你没事吧 臣没事 臣只是觉得臣回宫一趟 非但没有给二位娘娘 带来任何帮助 反而惹了一堆麻烦 感到很惭愧 你别这么说 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 我们也看不清陈平的野心 你也算公在设计 娘娘 不好了 陈平自投罗网 要求见皇上 姐姐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万一他跟皇上说 长军的真实身份 皇上跟长军自幼分开 估计记不得了 不过那些大臣们 学渊 你马上去各府 通知所有女眷 让她们来参加五儿的满月会 对 这个时候开什么满月会呀 况且离五儿满月 还有四五天哪 本宫自然有本宫的道理 快去 诺 现在就看 管桃跟启儿 能不能拖住皇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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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父皇 你好长时间没来看我们了 管桃想你 喜儿也想你 好 父皇这段时间正无繁忙 很少去消防店看你们 等过些日子 轻松点了 我一定去看你们好吧 不行 父皇 你每次都这么说 大人不可以骗小孩子的 父皇 宫里的宫人们都说 你有了小弟弟就不要我们了 是吗 一派胡言 是谁在那儿嚼舌根啊 整废了他 父皇 那你陪我们去玩捉迷藏吧 求你了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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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陪你们玩一会儿 来 父皇 是啊 托托托像极了皇上 各位夫人可别夸他了 他上面还有太子爷呢 充其量他也就是个臣子 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开始吧 长君 臣弟在 在我们家乡有个习俗 就是在孩子做满月的时候 要从亲朋好友身上 取出一件贴身物品 挂在舅舅身上 让孩子去抓 孩子抓到一个 就说一句吉祥话 不晓得 各位夫人愿不愿意参加呢 谨遵皇后懿旨 若是真的 你愿意参加呢 我愿意参加 我愿意参加 着陈子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凌亩 你 Louisiana 我 swear 这是我的义 请示范 老臣可是一片赤胆忠心 还请皇室明鉴 来人哪 奴才在 选窦长君 选重大臣 诺 一方啊一方 你究竟是什么人 长君 既然皇上叫你去 你就快去吧 诺 别取下来 都是些吉祥物 等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给五儿做满月 各位夫人 请入席吧 各位夫人跟我来吧 谢娘娘 谢娘娘 姐姐 您有把握吗 你怎么打扮得如此古怪 皇后姐姐在上林院里 宴请各位夫人 特地让臣弟 沿袭家乡的风俗 给小皇子做满月 原来如此 把面具摘下来 让大家好好地看看你 诺 我们的家眷 都在皇后手里 说话要谨慎了 多一事啊 不如少一事 怎么样 郑庆家看仔细了吗 朕的这位七弟是否像什么人 眉目间跟先帝是有些像 不过仔细一看 差别大了 是啊 先帝是圆脸 他是奸脸 最多 最多是有些相似而已 你们可要看仔细了 苏大人 吴大人 你们二位可是 三朝元老啊 这 这分明就是先帝啊 陈公 您老眼昏花了吧 先帝早就不在了 若先帝在 苏太后会偏下自己的亲生儿子 把地位让给别人吗 这 陈平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 老陈 无话可说 朕念在你是三朝元老 功在社稷 朕不杀你 来人呐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说 成功固然好 不能成功 也要能够承受失败 陈平败就败在 她顾虑太多了 错过了最佳时机 如果是我的话 这个计谋就成功了是吗 姐姐何必说我呢 以姐姐的本事 和运筹帷幄的能力 妹妹还能做什么 只能抱着儿子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够了 就怕是人不着事 是着人 皇后娘娘 夫人 夫人 夫人不好了 五儿落水了 什么 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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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他没事吧 夫人不要急 老朕真的想办法 你们是怎么照顾梁王殿下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不 不是奴婢们 是太子 是太子他 太子怎么了 是太子将梁王殿下推下河的 姐姐 妹妹知错了 千错万错都是妹妹一个人的错 妹妹不该躲皇上宠爱 还不该有疑心 就算死 你也让妹妹一个人承担吧 不要对我的孩子下手 五儿他体弱多病 就算活着 也不是启儿的对手 妹妹 你说的是哪里话 我回去问问启儿 一定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是 姐姐忘了吗 上司启儿就说要杀了吴儿 玩笑也罢 无意也罢 有一些话 妹妹早就该说了 妹妹命尽 此生已经富贵到了极点 再也不敢有什么奢望 吴儿身体弱 能活下来 也要靠姐姐的照顾 求姐姐 能够放过吴儿 求姐姐能够放过吴儿 你去饶了吴儿吧 你去饶了吴儿吧 你说得好像本宫要害她似的 请姐姐饶了妹妹 饶了吴儿吧 我们这么多年 姐妹 你就是这么看本宫的 富贵在庭 你 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这原本也是应该的 只是妹 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姐姐正 跟太子正 请姐姐明见 这件事 本宫会给你一个交代 今天的事 本宫不想听到任何闲言碎语 要是有人乱嚼蛇根的话 那就自求保命 不是我母后 真的不关我的事 你们都下去 那 你也下去 娘娘 太子殿下还小 我自有分寸 诺 启儿 你出来 出来啊 为什么要伤害你弟弟 为什么要伤害你弟弟 你们是同一个父亲生的 是手足 你师父没有教过你要对自己的兄弟好吗 母后 我真的没有推他 我真的没有啊 做错事情还敢狡辩 我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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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说没有 之前就说过那样的话 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我恨他 因为他 父皇就不来母后这里了 我常常看到母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 我心疼母后 我恨他 我恨他 我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我 为什么你总是帮着别人来打我呢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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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是要出远门吗 怎么把衣服都翻出来了 皇上日理万机 顾不上教育起了 本宫只好自己来教育 明天起 我就搬到太子宫去 要把他的心子好好收一收 太子要是能跟皇后娘娘在一起教养 一定比跟宫人还有那些师父们要好得多 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少走一点弯路 但孩子们多半不听母亲的话 宁可自己磕磕碰碰 撞得头破血流 要是每个母亲 都能遇见自己孩子的未来 不知该少操多少心 琴儿呢 琴儿在哪儿 太子在太子宫啊 陛下有事吗 你说呢 这那好皇后 你们先下去吧 诺 陛下 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 值得发这么大的火吗 皇后为什么要大家各自保命呢 臣妾只是不想让人寻了间隙罢了 陛下现在不就是听了间隙的话 所以才这么生气的吗 臣妾曾经说过 希望陛下一生都不再醋眉 这句话臣妾一直放在心里 陛下早就忘记了吧 我说明天就不想让人传认了 你也想着呢 我看着你 你也想着呢 我想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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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醒了 你怎么那么早起啊 臣妾想要为陛下 整理早朝的衣服 臣妾好久 没有帮皇上整理了 朕对不起你 夫妻之间 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 我们总要相邪 走过一生的 这样的好日子 过完一天少一天 臣妾已经没有太多 可以失去的了 陛下 齐儿他 放心 朕相信你会好好教他的 皇上 娘娘 不好了 太子殿下不见了 什么 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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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什么事 皇上 昨天您答应过臣妾 让太子殿下给臣妾一个交代 不知道是什么交代 齐儿不见了 不过是小孩子之间不小心的过失 一好五二不也就没事了吧 你也不必太认真 朕去找齐儿不跟你说了 皇上 齐儿 皇上 齐儿 嗯 我还以为皇上 昨晚是去交房殿问罪呢 看来是我错 姐姐 你的手段可真够高明 不行 这样下去 我在宫里还有什么位置 夫人 以前宫里的娘娘都会在朝中 找一个有权威的大臣做依靠 夫人不如也效仿他们 给小皇子找一个寇审 能找谁呢 周亚夫 为什么是她 奴婢以前在代国的时候 听说过一件事 周亚夫的妹妹 也就是皇上的原配 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可是却莫名其妙地摔死了 宫中众说纷纭 都说是皇后娘娘害的 还有 听说周将军喜欢皇后娘娘身边的 雪渊姑娘 可是两人最终也没有成 奴婢想 周将军一定恨死皇后娘娘了 张大夫还是不敢收啊 是的 她也真是的 宁愿违反公规 去修那些东西 也不许别人帮她 这苦日子 究竟什么时候是苦啊 想帮她也不难啊 参见夫人 有 将军 又去给张太后送东西了 夫人又想污chl我们什么 将军多虑了 其实上次的事情 是太后非让本宫那样说的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 今天本宫特意来 就是给将军赔个礼 希望将军能够谅解 夫人严重了 雅夫愧不敢当 其实让张太后收下这些钱 也很简单 北院那些人非常势力 你把钱分成两半 一半给他们 另一半 摊在张太后的俸禄里 我想 她不会连自己的俸禄都不要吧 夫人此次前来 究竟所为何事 诺 将军应该知道 梁王殿下被太子推下河的事吧 太子还想 你别紧张 本宫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本宫只是想 将军能保护梁王殿下 雅夫何德何能 宫里的军队都在将军手上 那是皇上的军队 本宫并不想做什么 本宫只是想 子染皇后跟先世小世子的事情 不要重复发生 如果将军不肯答应的话 那我们母子 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如果有一天死了 还请将军 为我们收尸 夫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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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